就是有外傳就是他的小弟這個阿川這個關係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就是因為他在外面放話說 林氏姐是他的老大所以還遭到這個槍擊的部分 這個只是假設可能性之一 那目前我們也是正在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那等到如果真的會有這個相關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列入重要的一個查證的方向 那目前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那個口罩男啊 那個張滿在昨天被無保釋回 那檢方是說這個證據不足 那檢方這裡怎麼看 我們一定會遵照檢察官的指揮啦 那當然一定是講求證據 那所以基本上因為在整個調查發現 基本上確實剛剛也提到嘛 那車子是在我們調查室發現是在去年 車子的確就轉手 那我們只是說因為口罩在車內 那放了一年 將近應該有一年 那這個激政的部分還會留存 所以我們會持華裔的態度 還是要把它查證清楚